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个怀旧的人 部长 明天的日程安排我还没有收到呢 我已经发到微信群里了 怎么会没有收到呢 我没在微信群里 我的手机用不了微信 你最好换只手机 要是耽误了工作 有你好看的 喂 喂 哎呀 金珍姑 你说话怎么有回音啊 喂 喂 部长 喂 哎呀 信号不太好 断断续续的 喂 喂 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 什么 喂 喂 部长 部长 信号太弱了 部长 我要砸了你的手机 大家好 我是波波 这段话是围绕着手机展开的 你的手机充电器借我用一下 也可以说 我能借用一下你的手机充电器吗 用问句去表达的话更有礼貌 更客气 充电器 是给手机充电的一个东西 除了手机充电器以外 还有相机充电器 电池充电器等等 充电是动词 我们可以说给磨磨充电 比如给手机充电 给相机充电 也可以说给自己充电 就是需要休息或者学习的意思 借是动词 它的基本语法形式是这样的 A借给B 物品 比如我借给朋友钱 他借给我一本书 或者直接揭名词 借钱 借东西 借书等等 一下的前边接动词 看一下 听一下 让一下 等等 可以让说话的语气更礼貌 更自然 更舒服 我怕我的充电器你用不了 我怕是我担心我觉得恐怕的意思 比如我怕汉语考试不及格 我怕以后找不到工作 不了前面接动词 有不能的意思 去不了 看不了 做不了 等等 你用什么牌子的手机 牌子是公司为自己产品起的一个名字 有时候直接是公司的名字 比如三星 AirG Louis Vuitton 这些都是牌子 也是公司的名称 很有名的牌子 我们说名牌 而那些质量不好 生产不稳定 没有名气的产品 我们说杂牌 你喜欢哪个牌子 这个牌子很好 都是常用的句子 怎么后面接动词 有为什么的意思 但一般都是感到惊讶 不理解 不高兴 奇怪的时候用 都什么年代了 这也是年轻人 经常使用的一个句子 表示惊讶 不理解 觉得对方思想 做法 都很过时 很土的时候 就会用这句话 比如 都什么年代了 不结婚很正常 都什么年代了 还用手写信 还用这种手机 嗨 副词 后面接动词 有仍然 没有变化 一直持续的意思 比如 还是老样子 还在学习 还是四级 嗨 后面也长接否定是 不 没 还没起床 还不睡觉 等等 我是个怀旧的人 是个 磨磨的人 是一个固定搭配 说明性格和个人风格的时候 经常用 比如 他是个活泼开朗的人 我是个爱学习的人 等等 怀旧 就是喜欢过去 喜欢以前 想念以前的人和事的意思 现在有很多怀旧商店 怀旧电视剧 对吧 回答吧 1988 就是老师很喜欢的一部 韩国怀旧电视剧 老师也是一个怀旧的人 我常常听80年代的歌曲 这些怀旧老歌 让我想起我的学生时代 日程安排 就是 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的计划 公司职员一天的日程安排 大部分都是 六点起床 七点出发去公司 八点到达公司 九点开会 对吧 收到 收到是结果补语 所以否定事实 没收到 不能说 不收到 可以说 收到礼物 收到短信 收到通知 但是不能说 收到压力 已经摸摸了 后面接动词 已经结婚了 已经走了 发是动词 发短信 发照片 发邮件 这些通过网络送出去的形式 要用发 不能说送 也不能说寄 微信群 和韩国的卡卡棒 是一样的 微信是中国腾讯公司的一个手机软件 在中国如果没有微信的话 生活会很不方便 所以 想在中国长期居住的人 请下载一个微信 最好 是给别人建议 和让别人做什么事的时候 用的一个语法 比如 你最好坐地铁去首尔 你最好在毕业之前取得资格证 换 是动词 后面可以接量词 或是名词 比如 换衣服 换件衣服 换车 换一辆车 都可以 知 是量词 手机的量词有很多 一部手机 一个手机 一只手机 都可以 要是 是如果和万一的意思 比如 要是肚子饿 就先吃饭 要是很累 就别干了 耽误 是动词 耽误工作 耽误事情 耽误时间 是常用的固定搭配 如果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 一直谈恋爱 但不想结婚 我们可以说 这个男人 耽误了这个女人的青春 有你好看的 是一句不客气的话 生气的时候会这么说 就是 你可能要倒霉了 你要出事了 你完蛋了 的意思 金针菇 本来是一种蔬菜 但这里是主角的名字 回音 就是听到的声音不正常 有重复的景象 我们常说 有回音 没有回音 在比较空旷的地方说话 也会有回音 对吧 信号 信号好 信号不好 信号强 信号弱 在电梯里 信号不太好 WiFi 信号不太好 突然没有信号了 这些都是常用的句子 断断续续 就是 停了又开始 停了又开始的意思 除了信号以外 别的地方也可以用 比如 我断断续续 学汉语 已经五年了 因为没有时间 所以只能断断续续的学习 听不清楚 就是声音质量不太好 影响听力的意思 比如 声音太小 我听不清楚 外面太吵 我听不清楚 动词 动词 不清楚 是可能补语 我们还可以说 说不清楚 看不清楚 砸 是动词 后面接名词 砸手机 砸东西 吵架和生气的时候 有些人会砸东西 对吧 砸东西不好 别砸 好了 今天就学到这儿 做完练习再走吧 辛苦了 再见 你手机充电器借我用一下 我怕我的充电器 你用不了 你用什么牌子的手机 我怎么用不了 都什么年代了 你还用这种手机 我是个怀旧的人 部长 明天的日程安排 我还没有收到呢 我已经发到 微信群里了 怎么会没有收到呢 我没在微信群里 我的手机 用不了微信 你最好换支手机 要是耽误了工作 有你好看的 喂 喂 哎呀 金珍姑 你说话怎么有回音啊 喂 喂部长 喂 哎呀信号不太好 断断续续的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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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不清楚你说什么 什么 喂 喂 部长 部长 信号太弱了 部长 我要砸了你的手机 我要砸了你的手机 喂 海 喂 喂 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